紮騙簡訊搭上全民普發6000元的話題 提供假網站誘騙民眾點進去 很容易就被騙取個資 台北市議員張志豪就說 這些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會利用近期討論度高的議題來操作 民眾很容易一時不察就受騙上當 這個時候政府發了6000塊 當然就成為這些犯罪集團 詐騙集團的眼中的大肥一樣 大家可能在 本來是個詐騙簡訊來了 哇 我可以領6000塊了 所以他可能就很開心 在一個很開心的狀態下 他就忘了去求證 或者忘了去看看 政府所提醒的正常管道 就很容易被這種釣魚的網站 所來欺騙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政府是應該也要提供 更多的一個教育宣導 告訴民眾說哪些才是正規的網站 哪些才是正規的管道 不要讓民眾 在這種比較是開心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一下子沒有思考得很清楚的情況下 就中了這6000塊釣魚網站的這個季 應該要加強的宣導 加強的一個做一個宣 沒錯沒錯 就是所謂的一個釣魚的網站 他就說數位發展部寫的跟真的一樣 然後就講說恭喜你 政府發放6000還稅漁民 如何快速領取 這幾個重點 第一他恭喜你 先卸下你的心房讓你覺得好像是真的 另外還稅漁民的話你又更開心了 如何快速領取 大家都想要趕快領到這裡 所以你看三個字 我相信很多民眾在不知情的狀況 都容易被遭受到詐騙 所以政府一定要加快腳步 趕快做一個宣導 謝謝 台北市議員陳宥辰也補充說明 便利的科技也成為詐騙集團的破口 同時也邀請行大經濟組組長陳志豐 說明如何宣導放詐騙 線上登記好像才400多萬人 我們在地方接到的反應就是因為民眾不相信政府的網頁資訊 所以他寧願不去做登記 他寧願等到最後一刻才要去郵局 再自己去親自去領取 其實這就是顧布了原本要做IT跟資訊的美意 也原本要做分流的美意 也因為政府沒有辦法管控好資訊安全而造成這樣子的狀況 這確實在6000塊發現金的時候會很明顯的 跟過往不管是發股費券 還是過往所有政府要登記口罩 疫苗等等會有非常大的一個資訊 會有非常大一個數字的落差 就在因為資訊安全的原因 所以民眾寧願自己等到最後一刻 也不想現在去登記 去線上排隊 這是我們在地方食物上看到的狀況 就是民眾要報案快 原警的受理快跟後續的處理快 但是可以發現其實詐騙集團 他的手法跟速度更快 因為連民眾在第一時間就直接做指負 都還是沒有辦法忘記他的財產損失 所以還是要麻煩台北市的刑大 跟165還有金管會的相關機關 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專案的處理 不應該讓類似的案件會更容易發生 甚至他還有可能成為犯罪的溫床 用這樣子的人頭帳戶的方法去榨取 店家的金額跟財產 都是有可能的 然後最後我跟張志豪議員 我們共同意調出 其實110年的詐騙案件 4000多件 111年4000多件 但從今年的1到2月已經548件 如果用這樣的比例來算 今年的詐騙案件 可能會比往年更加的成長速度會更快 所以才在現在3月即將進入4月的時候 真的要拜託台北市的警方 還有中央能夠一起合手 一起聯手來解決這樣很沉痛的問題 其實像詐騙集團他們的所謂的釣魚簡訊 不管是透過什麼樣的形式 他們都是根據我們現在時下比較熱門的話題 比如說最近6000元的這個發放現金的部分 他們就會馬上製作一個這個看起來好像是 你感覺不出來他好像在詐騙你什麼東西 但是因為他那個手法一直在更新一直在變 但是我們這邊像有關6000元這個 其實在還沒發放之前 不管是我們刑事局還是我們台北市警方 我們早就針對這部分已經一直努力的在宣導 那做一些圖卡 很簡單的圖卡讓民眾一目瞭然 能夠對於你收到這個點訊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警示 那其實像剛剛衣作說 我們現在可能登記的不多 因為大家都怕受騙 那表示其實我們的宣導其實有它一定的效果 因為民眾對於簡訊的這個連結 它有一定的敏感度 甚至它會有一點顧慮 所以它就不會輕易的去點均勻的去做登記 那針對剛剛說我們要怎麼樣去防判 那其實我這邊就只能呼籲出大家 因為你只要收到簡訊的連結 百分之八九十大概都會是詐騙的 甚至像我們最近有一些案子是 譬如說你有買東西 然後他就說你付款失敗 他就給連結 又一個騙一個連結 所以其實只要你看到簡訊裡面有連結 這連結我是建議大家千萬都不要去點 那這樣子就能在前端 就把這個案子就不會往後續的衍生了 後續的相關了 所以來錄影的簡訊 千萬不要點連結 包括LINE包括簡訊都不要去點連結 我們就可以防止自己被詐騙 或者是盜取相關的資料 地方和中央165串接 通報系統指附程序一定要更加精進 張志豪議員也說 要求相關警政單位 積極主動查棄犯罪組織 避免無辜民眾誤性受騙 記者汶君台北報導 記者汶君台北報導 記者汶君台北報導